朋友家的两个小朋友特别爱吃我熬的牛肉酱 让我帮他做几瓶 我已经拖了好久了 天太热了 不敢熬太多 今天给他们做两罐 做牛肉酱就用这种干香菇 因为它比新鲜的香菇要香 泡出来的水还可以用来熬酱 买的最好的干香菇 先给它抓洗一遍 浸泡五分钟 然后换一遍水 因为我们这个干净的水一会用来熬酱的 让它泡胀就行了 我妈说洋葱切对盘放水里泡一下 一会儿切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 先让它泡一会儿试试看 牛肉不要切得太小 因为一会儿我们煮好了以后 它会缩水的 冷水下锅煮出血沫 捞出来备用 洋葱泡过水之后再切 果然没有那么辣眼睛了 完全可以在承受范围之内 香菇也切好了 就可以开始熬酱了 自己做的牛肉酱没有防腐剂 所以要油多放一点 然后加入洋葱丁 小火慢慢的去炸到焦香 就算你家小孩平时不吃洋葱 炸成这样 它也吃不出来是洋葱了 然后这个油现在变得非常的香 把牛肉和香菇一起放进去 开大火煸炒一下 炒三到五分钟 把水汽炒干 然后关小火放酱 放的是一点五勺皮线豆瓣酱 两勺黄豆酱 一勺甜面酱 他们家小孩是要吃一点点的微辣的 其实皮线豆瓣酱是没什么辣味的 炒的时候也是用小火炒 炒匀了以后加入这个香菇水 然后就可以开大火了 烧开了以后转到小火慢慢的熬 记得要去翻冻啊 下面容易焦 熬到香菇水已经蒸发完了以后就可以了 炒一下味道 加适量的盐 酱肯定是要比正常的菜偏咸一点的 酱方便保存 而且呢用来拌面啊 拌饭夹馒头什么的也更好吃 稍微放凉以后再加一点炒熟的芝麻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真的太香了 估计朋友家的两个小朋友 这个夏天不愁它不吃饭了 帅 paved